好了,接着到13年的第37题 你看到DSE越来越喜欢出什么呢? 喜欢出武图的东西 有图有真相,武图也不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照做吧,对不对? 但你其中一件事想到的就是 其实呢... 其实真的不会过武图,对不对? 那不如我画出来,好吗? 那不用的,记住吧 武图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你只不过是找出所有的焦点出来,那就可以了 例如,四条线 OK,我们找一找P&C 那四条线里面,如果要选择两条线出来 看看它们的焦点是什么时候 那有多少个焦点,我们会计算到的 那我们应该会计算到六个 4C2,4C2是6 那所以,其实也不是很难 例如,第一条乱第二条 第一条乱第二条呢? OK,我们这样写,这个叫1,2,3,4 OK,好了 那第一条乱第二条的话呢? 那就有一个座標叫20 因为X座標2Y座標1,0 那第一条乱第三条 你当它先等好 那所以呢,就会有2加4Y是小时候等于22 那就是呢,4Y是等于20 那就是Y是5 那所以就有一点再叫25 OK,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,1乱4 记住,你也是当它等好地先做 当它等好地先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4乘2是8 8-Y小时候等于20 那就是呢,Y呢 就会是等于... sorry,Y等于2 那X是2嘛,对不对? 那就是20-8就是12 但是有一个负在这里 那所以呢,它就是负12 那Y座標 好了,接着呢,就到2乱3了 2乱3 2乱3就是Y座標0 对不对? Y座標0 那就是X等于22 那所以就叫220 那接着呢,2乱4 2乱4呢 2乱4,Y是0 所以X是5 那答案就是X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接着呢,3乱4 3乱4的话呢 那就是用Program 记住,也是当它等好地先做 那你就有1 4 22 4 4 -1 20 那出来答案就是64 对,64 那这个数字应该不能出的了 对不对? 好了,那接着呢 它问你最大值是什么 那你就把上面的6个数字 丢下去看看谁能出到最大值 那例如 对不对 当我代二零的时候 OK,我代二零的时候 那你记住今天是Y行头的 X在后面 那所以我就会是-4乘2 就是-8 -8加15是7 对吧 再来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就到25了 不懂计算了 那不如按计算吧 3乘5 减4乘2加15 出来答案就是22 再来 3乘2-4乘2加15 出来答案-29 再来 3乘0-4乘22加15 出来答案-73 那再来 3乘0-4乘5加15 出来答案-5 最后那个3乘4-4乘6加15 出来答案是3 那题目问你什么 题目问你最大值是什么 所以答案就是这里的最大值 就是22 答案是C